94 太陽報 翁山政黨決參加國會選舉 2015年7月12日國際A23 綜合外甸報導,緬甸反對派領袖翁山屬基作宣布 他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將參加今年11月8日的國會選舉 他們透露一旦該黨成為國會大多數派,將會派誰代表參選總統 這是該黨二十五年來首次參選,相信會令軍方支持的政府面對重大挑戰 翁山屬基於首都內比都的余所舉行記者會 他稱:「我們已決定參加今次選舉,他指這是為了完成緬甸過渡到民主社會的進程 他說不會放棄爭取參選總統的資格 至於一旦NLD勝出國會選舉,將派誰參選總統的問題,他說黨內已有計劃 但暫不願透露,NLD上月在已關鍵的修憲投票中落敗,國會否決修改憲法 令亡夫及兩名兒子均衛英國人的翁山,仍遭到有關憲法制約 無法競逐總統補助,在翁山宣布消息前,外界最近數月一直猜測 NLD會否計2010年後,再次杯葛大選 因為 iki天奧 這個季立—— 中文文文打